最近《以家人之名》这部剧就捧红了很多人 也让大家见识到了一些新人演员 其中最经典的应该就是唐灿了 唐灿一开始是一个虚荣心特别严重的人 跟李尖尖也不对头 但最后两人成为了闺蜜 唐灿这个姑娘的演技还算是比较不错的 但很多人非常的好奇 《以家人之名》也算是一个大制作 唐灿的扮演者何瑞贤并没有特别大的名气 为什么能够出演这么重要的角色呢 最近大家终于知道原因了 扮演唐灿的这个女孩叫何瑞贤 她究竟有多厉害呢 当她和宋威龙的关系曝光之后 网友们表示打扰了 可能何瑞贤看着很普通 但其实她的经纪公司是欢迎议事 算是跟宋威龙是师兄妹关系 能够签约这么大的公司 足以证明何瑞贤本身的实力还是非常出众的 而且她也毕业于北京电影学院 各方面特点都非常突出 可能就是因为如此 她才有机会出演唐灿这个角色吧 根据知情人士爆料说 宋威龙就是知道何瑞贤的实力 才会推荐她也唐灿的 对此你怎么看呢